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黄哥 每年的四五月份呢 都是市场的一个淡季 市场的行情呢 也比较差 曾经很多万元的机器呢 如今也都变成了千元机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下 最值得入手的机器都有哪些 百元档首推就是苹果的se 价格呢 虽然和6s一样 但是它的处理器更好 运行的话也会更流畅一点 拿来当备用机打打电话 聊聊微信 看个抖音什么的 也是出手有余的 千元档的话 手推8代a11的处理器 性能更加强悍 吃鸡王者都可以玩 如果屏幕小的话 也可以再加一点 拿苹果8p 5 5寸英寸 双摄大屏玩游戏的话 也是更带近一点的 2000档的话 选择苹果插 不如再加一点 拿苹果的x5 8英寸的oled屏幕 显示效果更加的信仪 而且金属窄边框 手感的话会更好一点 缺点呢 就是耗电的话有点快 但是换个 大电池的话 续航可以苹果的叉旗鼓相当 说到苹果叉呢 作为最受欢迎的二手机 它的性价比也是没得说 虽然边框路要宽一点 但是呢 续航的话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毕竟6 1英寸的大屏幕玩起游戏来也是比较爽 吃鸡王者更是不在话下 另外一点的话 它是单层主板设计的三是比较好 目前市场有所的机器呢 也可以黑戟 实现和无所功能一样 插卡机用 不再需要使用卡贴 目前市场拿货有所的64g2000不到 简直是香得一逼 然后来到3000档就可以拿到苹果的xs max了 18年的机皇曾经也是上万块的 虽然价格估值 但是a12的处理器4g运存 性能的话也是依旧在线 而且整体的续航能力也是非常不错 只需要一天一充就可以 同种价位呢 也可以选择苹果11 a13的性能更加的强悍 运行速度也会更快 6.1英寸的大屏广角长焦双视 而且美版的话更便宜 可以无损改双卡 4000档的话可以选择苹果11pro目前这款手机呢 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后置三摄预霸摄像头拍摄能力强 5.8寸的ol1d屏幕 机身手感呢 也是非常棒 而且它的续航特别好 充电呢 也很快 除了屏幕比11pro 小一点 性能配置也都是一样的 5000档的话就可以拿平火车了 支持双卡双待h14的性能也是秒天秒地秒空气了 而且升级了6.1英寸的ol1d大屏 显示效果更好 再往上的话就是12pro和12promax目前的机皇 性能续航拍照体验都是最好的 有钱的话直接上国航双卡就行了 如果想要性价比的话 可以考虑有所机 可以便宜很多 目前有所的和无所都一样 插卡即用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